我們今天講第一個話題 我覺得都觸動了香港的神經 有一個雙非的兒童12歲 來了香港被他媽媽圍起在廣華醫院 最深的進展是這個媽媽由江西那邊離了香港 也都被香港警察、警方這邊拉了 要告他縮發照顧兒童 明天早上會上課的是九龍神法院 不過他為什麼會把兒子丟掉呢? 因為他聽別人說兒子留在香港 教育會好些 就是因為這樣都丟掉了兒子在香港 這個我是問一下 如果你做一個爸爸 或者我們大家做過母親的人 那個心理會不會很簡單 因為一句說話都把兒子丟掉在香港呢? 有一句說話回答你這個問題之前 你看一下無知的力量是多可怕 就是國內有些人因為跟外面的資訊隔斷了 你說不是呀 現在有互聯網可以翻牆 但是你的確不可以否認 很多人都還未懂得翻牆 很多人拿著我的手機就聽TikTok啊 看那些什麼很無聊的那些什麼片啊 一些洗腦片啊 他們覺得很習慣啊 很happy啊 但是對外面的世界呢 莫不關心 有很多東西我們什麼時候都說 我們今天生活在一個自由度裡面 我們什麼時候都要思考一件事 是很多人 包括年輕人也好 很多前年也好 用他們的鮮血畫生命 換回來的自由 讓我們在這裡享用 就是你不可以說你不關心政治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政治環境是許你犧牲 換給你的嘛 這樣你不去了解身邊的市民 你越來越變得冷紅 很多中國人我發覺一樣東西就是 自己燒到自己那一趟就很緊張 很緊張 其他東西不聞不聞 完全不了解什麼叫公義 也都不了解什麼叫常識 很簡單的常識 我們在網上看很多片 往往我們見很多片 其實這陣子不知道為什麼很有趣 出了很多片是那些農村出來啊 那些刁民 就是去到搭高鐵啊 霸了別人的位子啊 別人叫你買票 不是坐你這個位子 人家買了票訂了的 就是那些人呢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農民啊 他就說 我看到這裡有個空位 我坐下來 那有什麼問題啊 怎麼問問 就是他還可以理直氣作 就是 完全歪理充斥 一來 我真的不相信這個農民買那張票的時候 他不知道要劃票對號的 如果這樣什麼都不懂的話 我真的建議一樣東西 這些農民一生不可以再答布甲 你應該這樣警告他 應該大肆做這件事 就是他教育他 說這樣是不行的 這樣是不行的 同樣 這個媽媽 就是聽別人所說 香港的教育好一點 香港的醫療好一點 就是我們往時聽不少新聞 就把我家裡有些問題的 比如說有些先天性的疾病的移動 留在香港的醫院的醫院 跟著父母走了 因為他知道你香港一定會醫治嘛 不覺得國內的醫院真是好事啊 國內的醫院 你進來寫一下 寫一下 你有沒有錢啊 就先放下錢 放下錢在這裡 我才肯幫你醫治 但是香港不是這樣 醫了先的嘛 所以就往往有個漏洞 有很多 前幾年不斷有這些新聞 就把兒童先方法 想辦法來到香港 跟著進了醫院 跟著父母說走吧 拜拜 這個兒童也是一樣的 他來過香港在新田地街 捉了一個很簡陋的旅館 這個雙非兒童來的 就是在香港出生的 這樣他就覺得香港好一點 就是在國內是很多歪理的 香港好一點的 就是在香港 公署教育 教育 就是好像自己不需要負責任 到兒童十幾歲的時候 我回來認回 媽媽回來了 這些人永遠不會想一件事 兒童一定會認回來了 就是你對那個小孩的心理打擊有多大 假設這個小孩在不知情的情況下 被他媽媽遺棄 親人遺棄在香港 不知情的話 他覺得自己被遺棄 請問這個人在社會人格裡面 會形成哪一種的人格 對香港的社會 對周圍的社會 造成幾大的傷害 幾危險的 這件事 這是第一個 OK 如果他知道他媽媽會遺棄他來香港 而是他同意這件事的話 問題更重要 即是說 他認為這個小孩自小的時候 已經接受了大人那種偷騙拐騙 賺取自己的好處 自己無需要付出 利用這個制度的漏洞呢 就獲取自己的好處 這些人是典型沒有一個法治精神 也都對一個文明的社會 一些貢獻都沒有 真是很離譜的 這件事我一看 你怎麼會 剛才Lucy問我 喂 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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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一次 小朋友小的時候 我帶他去深圳 因為深圳有時候電門城那樣很多 那些便宜很多 那些 因為香港很貴 有時候上去去買東西休閒 但是有一次我小孩子幾百元拍 在商場我只是抓了 像猴子來 抓掉了 找不到他 我們真的很害怕 很害怕的 那時候心理壓力很大 很大 幸好 我就真的很幸運 我小孩子就懂得坐在一個很多人的商場 連鎖公司的門口 在那個海人墓樓上樓下找我們去 就在那一層那裡坐頂頂 很緊張 很緊張 撞回我們去 當然是哭了 很緊張 嚇到我們 因為我是很幸運 就是每一個有小孩子做為人家母 就是當小孩子是補的 就是正常社會 我不明白這個媽媽 就算你有天大的理由都好 你怎麼會把那個小孩子就這樣 在香港自己離開了 自己的親人身邊 就是你現在被香港政府擔任他 給警方擔任他 給警方擔任他 疏法照顧嚴謊 那這宗案 我想這件事 入硬了 你千夫所指 同樣的一個民族 我們再看一看 有一年我們帶過小孩子去日本玩的時候 我和我太太進去便利店去選一些飲品 他們在門口等我們 立刻被日本的老人家罵 他說這個小孩子是誰的 誰的小孩子 他很緊張 那些人開始圍起來 我們一看到他就說日文 我太太就認識他 他說你怎麼可以把小孩子離開你身邊 就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同樣的東方的民族 一海之隔 一海之隔 你不要經常說小日本小日本 人家有這麼細微的東西 你可以看到人家對那個兒童的保護 但是根深蒂固 你一清清楚楚下 社會已經形成了一種風氣 就給你壓力 你不可以這樣疏忽照顧 你一定要看到他實在實在的貿易 因為他必須要受保護 日本人很根深蒂固 但是中國人 這件事差不多十天前 在新聞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我而言 你正常來說 媽媽怎麼會這麼輕易主動擠下兒子 就算你跟兒子談了 那媽媽先回去 你先在香港 有人照顧你 你跟著帶人來做就可以了 其實那媽媽有沒有想過 那孩子的心理會怎樣 就是小朋友 你想想十幾歲 小時候 就是被至親的人不遺棄 就是那種心理打擊是多大 這個孩子呢 他要接受心理輔導的 必須的 必須的 就是無論我剛才那兩個假設 那孩子是知情或者是不知情 都要接受心理輔導 因為這件事 無論哪個文明的角度來看 都是極之不合理的事 極之不合理的事 就是如果是這樣 我有這樣的假設 如果有個地方 你兒子買了合理的價錢 那你就不能買了兒子 你是不是 就是很離譜 我是不能夠原諒這些人 你怎麼可以這麼自親的 你自己是親骨肉 你是親生兒子來的 你可以這樣放下 因為露西亞 或者是聽一個人家的謠言 人家說一句說話 人家叫你吃屎 人家不見你吃 你說西婆 就是離了大譜 你有思考的 不要什麼都怪別人這樣說 不可以的 這件事不是藉口來的 我覺得如果我有官 我建議有官 要重判這些人 重判 要終身不可以來香港 甚至取消他兒子的雙非身份 不是不是 一輩子不要來香港 就是真的離譜 如果不是你沒辦法 壓制這些什麼 歪風歪來 如果這件事 在你們國內 大陸的裡面 廣泛流傳 原來你兒子在那裡 有免費教育啊 免費照顧啊 大佬明天個個都購下來了 這些事無日無之 尤其是你可能看到新聞 咦 香港的小學 原來不夠學生讀 我真的讀到小學 丟他下來 你不是香港人照顧 反正我在大陸 我現在又失業 又躺平 又沒有經濟又不好 尤其是經濟不好的時候 每個人都想丟下一個小學 給別人照顧 這些事我們小時候聽得多了 沒有能力照顧 把我的小學生保留給朋友 這些父母 這麼不負責任的 請問 小孩長大了之後 你有什麼資格再 你不要付出 栽培這棵樹的過程 那種辛勤 那棵樹 將來結了果 你馬上走過來 我要摘果 這棵樹是我種的 哪有這樣的事的 這個世界 講得公利一些 我們不可以為一些 不負責任的行為 而姑息的 會影響其他媽媽 有些歪心才出現 遇到這些什麼 這些什麼人 我覺得真是無需要客氣 這些真是 因為尤其 發生在我們親身經歷 我們看到一個人 如果真是民族復興 偉大民族復興 就麻煩 從這些細節那裡開始 如果每一個人 你對自己的親人 你都是這麼不負責 請問這個民族如何復興 對不對 所以老實說 有沒有真正的想過 去體會那個小朋友的心情 他的心理 他想不想 他知不知道 他在香港 意味著什麼 我就在想 意味著假如他媽媽 不知道他的話 他是一個孤兒 他在香港保良國這邊照顧 就算香港這邊有一個教育 有個醫療都給他 但是他是沒有了父母的 所以這個對小朋友的心理 傷害會很大的 所以這些事情 就經常說 你有沒有想到小朋友 會受到那個傷害 就算他有好的教育也好 你又想著有辦法 慢慢慢慢送他 去一個有好的教育地 很多的人格缺陷就是這樣形成 尤其是現在十一、二歲 一直到十八歲 這幾年期間 人格在這個期間是形成的 他需要父母的幫忙 在學校被欺負的時候 誰幫他出頭 沒有的 令他很容易走歪思想 就是社會上很多 走歪路的人 其實在這個童年成長裡面 出了問題 很多都是 全世界都是 很多都是 你怎麼可能這樣聽人的一句話 所以我剛才說 無論那個小朋友 之前他媽媽有沒有跟他講過 無論那個小朋友之餘 不知道 其實在他的人格上面 都出現了問題 這個小朋友我覺得 要心理照顧的 要的 真的要照顧的 他怎麼可能這樣 聽他媽媽這樣答應 他也不懂得去判斷是與非 所以這個世界怎麼會有這樣的媽媽 真的很老實說 我沒有媽媽接受 我沒有媽媽接受 所以我剛才為什麼說 這個媽媽 要為她的無知接受一個重判 真的接受一個重判 不要判她坐牢 她坐牢浪費了 她坐牢浪費了 最有效的 就是剝奪 她以後來香港的權力 剝奪她的兒子 在雙非兒童的身份 真的 清清楚楚告訴她 你的代價 就是因為你不信了別人 不信了別人 你的代價就是這麼大的 就是我們往往見很多很多這些 在大陸 自由走下來的那些什麼人 三句 不是兩句 就是 就是不肯讓座 跟她說聲 有黑黑氣跟她說 有老人家行動不方便 你可不可以讓座給她 我幹嘛讓座給她 難道我窮就不可以坐椅子 你不要小看我們窮 就是你往往用這種態度 窮就大了 窮又不用 不需要有同理心 就是不要用這些 就是刁民鬧虎 你用刁民的 為什麼 就是有時候說 一種多悲哀 去看回一件事 就是你說對一些刁民 放鬆一點 寬容一點 他就刁民鬧虎 我正如我開頭的時候 說 就是現在大陸搭火車 很多人強行霸位 那些什麼 而這個政府是沒有妥善的宣傳 和妥善的處理手法 你去回以前 古代那些 你刁民鬧虎 先打三十大板 打完之後 有什麼事找我 你是要這樣的 人貴自知 你不貴自知 你這麼賤格 就打你 真的是這麼衰格 就是 我是不提倡這件事 但是沒有辦法 有時候 你看到這些刁民你很猛烈 這些刁民不是重打三十大板 這個媽媽在古代 已經是重打三十大板 不用說話 打完三十大板才慢慢審你 就是你這麼不負責任 是不是 你怎麼為人父母 憑什麼為人父母 這樣去為自己的兒子 可以 自身都可以 你怎麼可以捨得放手 你怎麼可以 我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到 這個兒子你生出來 這個是你一清二楚的 由你懷著 抬著 你生出來 你湊了一十幾年 你不是沒有感情 你可以放手 這麼有趣 就是 沒有辦法理解 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對這些人 這些人已經 沒有資格成為一個文明人 你不要說什麼都行 禽獸畜生都未至於這樣 你想想 獅子老虎 外面的動物園 原野野獸 原野上面的野獸 都不至於這樣 對嗎 為什麼你這個人 你這個媽媽可以做這麼賤格的事情 苦度不器儀 都要一句話 是的 都不知道這個官 天天的官會怎麼判 還有小孩子的命運會是怎麼樣 他會不會跟他媽媽 他媽媽真的假如他接受了一個法庭的 或者是司法的處罰之後 他兩個會不會團聚回到大陸 他兩個母子可以一起生 我會覺得 真的 你判去坐牢沒有用的 你判這個媽媽 真的沒有用的 這些人你判去坐牢真的沒有用 你真是浪費所有人的米飯 你不就跟大陸協議 你不就把這些人你坐牢 你不就在大陸坐 就是你懲罰他 一段期間 不能下來香港 這個期間一定要很長 起碼10年20年 兒子也都暫時剝奪他香港人的身份 你唯一的這個判就是 這個判 甚至是剝奪他兒子的雙非二同 即是居留香港的身份 取消 於而取消 你就這樣就警醒了其他人 你這樣做就是這樣的結果 你沒辦法 你對這個地區的人 你唯有就這樣用一些野民的手段 是很悲哀的 真的很悲哀 好像我說的 你這樣是不合法的 是 我同意的 麻煩你立法局 你現在全面控制 立刻修例 立刻修例 雙非二同 你如果是這樣去蓄意危棄 蓄意交贈給香港政府 是有權取消你的 你現在做到的 阿超哥你絕對做到的 現在全面管治嘛 又亂及自由事及興嘛 你不是這樣也不會做的嘛 以前有些泛民議員 都幾格格而已 有些人權 有些人權 有些人說法治 阻礙了我們民族復興 現在你做到的 這件事 這件事可以做嗎 我覺得應該這樣做的 真是不好意思的 真是 清清楚楚 告訴其他人 以警校友 成語 以警校友 這件事 怎麼牽涉到 以後 有誰企圖用這件事 來香港醫病 又什麼都好 直接告訴你 會取消你香港 原先你就算是雙非二同 也會取消資格 原來顯反你的父母 一輩子都不可以來香港 你這樣做 這樣做就明天都乖了 有些人 你是這麼壞的 那些刁民是要這樣對付的 那有什麼辦法 你連你自己都不尊重 那人家怎麼會尊重你呢 因為這幾十年來教出來的人 就是這樣 已經結束了 好 氹